今年廣播女神最難熬的九月十月過啦 最強大的挑戰跟煎熬過啦 讓我們為廣播女神鼓勵鼓勵 太棒啦太棒啦 哇好複雜心情啊 真的很複雜啊 在錄了這個時候 跟要呈現出來的感覺 真的是有種很奇怪的落差感 就是要在根本還沒有 因為我們在錄的時候其實根本就連廣播金鐘都還沒有開始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以活在未來的角度來看的話 你就會把壓力卸掉一些吧 就覺得這些我都做完了 我成功了我很棒 我好像有時候在那個壓力來襲的時候 就是也是很愛算這種時間 比如說像 再幾天我就撐過去 我就直接想說下禮拜這個時候 你已經是截然不同的你了 一個禮拜的時間其實過這麼的快 對啊 好的今天呢馬克信箱我們要來回信了 我是馬克 我是瑪莉 我們今天呢我覺得 因為最近我在剪這個星期一的十分鐘的時候 我越來越覺得不對勁 哪裡 動不動就是十五分鐘 十六分鐘 十八分鐘 甚至還有一週到三十分鐘起跳 我記得有一次好像我有想要喊停 但是有一個人他好像就是想要一直追加下去是不是 這太誇張了 十到十五就是五成耶 所以本週我們只錄 十到十八是八成耶 那本週只錄五分鐘 也不用這樣啦 既往不救不用扣回來不用扣回來 OK 你還記得上個禮拜我接到通電話 說你會模仿包偉名嗎 好像 你話有趣嗎 後來根本就沒有下文啊 又是這種保留然後甩了你了 跑跑跑向前跑 這封信馬克瑪莉好我是姨姨 是一名來自Rainbow Run Crew的跑者 彩虹跑團 聽起來好酷喔 彩虹跑團 我們是 我們是一群喜愛跑步的朋友們組成的跑團 我們取作Rainbow Run Crew 這真的聽起來很科技感耶 好像一部電影 是嗎我覺得Rainbow現在已經就是有一種刻板印象 你提到Rainbow你就會想要特定組織 因為我重點在Crew那邊 就是很多科幻店 什麼Crew感覺在裡面 他說 為什麼取名叫這個呢 是因為希望大家在跑步的時候 還是可以穿得漂漂亮亮的 而且每個人穿著不同顏色的跑服 拍團 跑服是用簡稱啊 跑服本來就是跑步的衣服啊 真的有這個說法喔 不然咧 跑步衣服 這個有點過分了吧 總之呢我們拍團造時看起來就會像一道道彩虹 同時也反映出我們跑團對於不同價值的尊重與認同 今天呢想要跟馬克馬力分享的故事是在2017年的時候 我跟Rainbow Run團員一起去參加芝加哥馬拉松 那是我養傷一年後的首次大型比賽 也是我的初次馬拉松 欸出馬你就出國去跑這個 因為你看我在想第一次跑馬拉松應該會有蠻多的擔心跟害怕吧 會現在靠近地方練習是不是 對啊你第一次就出國去那個未知感應該是加倍的大才對 那因為嚴重受傷的關係 所以我在復原期間的訓練非常保守 最遠也只跑過25公里 因此呢站上起跑線的時候心情是非常忐忑不安的 哇所以其實你根本沒有跑過42公里喔 可是我一想到我今天即將經歷人生第一次的42公里 難免有點興奮啊感覺來了 然後砰騎跑之後跟著人群跑 那因為緊張其實我反而不太記得路上的景觀 只記得當時芝加哥風有點大 Win City 到處都是摩天大樓 芝加哥是不是有那個痘痘 對沒錯 Millennium Park GPS因此變得很不準 所以我就更緊張了 其實我根本才跑不到25公里 身體就已經感受到疲累感 嗯 從來不曾在賽事中用走的我 在之後的17公里 開始跑跑停停 跑跑停停 過程很辛苦 可是呢因為是出馬 所以我就很想完成它 一路上路告訴自己 You are awesome 你很棒 我不斷的勉勵自己 甚至以水站的距離 啊 這什麼 就是跑馬拉松啊 因為其實這個路程太遠了 所以它會隔一定的距離 就會有一個補給站 哦 所以之前有一些比較趣味型的馬拉松 才會有什麼像什麼紅酒馬拉松啊 然後喝什麼的馬拉松 然後它就會有補給站 嗯 我大概每三公里就會為一個目標 持續重複一直堅持到終點 我真的覺得跑跑跑停停太辛苦了 因為人的心智是這個樣子的就是 當我們發現可以偷懶的時候 嗯 我們腦子就會希望我們可以偷懶 嗯 可以坐著我們就不會站著 可以躺著我們就不會坐著 嗯 所以那個重新開機 就一旦你發現 欸 我停下來 然後要重新要再跑起來 那個重新開機的能量 會比原本你維持繼續跑下去的 這種運轉要來的太多了 每一次重新啟動 其實都需要很大的意志力跟自我激勵 但是 它還是通過終點線了 哎呦 不過呢 它只能扶著欄杆 完全無法移動 除了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釋放感之外 伴隨來的是超越極限的痛苦和疲累 對啊 然後我就被緊急推入醫護站了 才發現天啊 它已經熱衰竭了 那時候的它全身無力 而且肌肉都在抽筋 視野變得很狹窄 身體溫度來到41度 聽起來超危險的 這很可怕 對啊 我也是一個蠻會照顧自己的人 可是那是我第一次跟別人說 我現在狀態非常不好 因為擔心我失去意識 醫護站的每個人都不停的跟我說話 請問我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或是 這是你第一句個馬拉松的問題 我自動翻譯成中文 對 不用翻回英文了 希望我保持清醒 你有坐過救護車嗎? 目前還沒有 沒有沒有 你有去過急診室嗎? 有有有 對他們就是這是護理他們的專業啊 他們就是你每遇到一個新的 不管是護理師還是醫生 一定要確認 只要換一個人 新的人跟你講話 他就會問你同樣的問題 就是你的基本資料 然後你叫什麼名字 你從哪裡來的 你身份證字號有多少 他就要你重新再背一次這樣子 在醫護站裡面 我記得不斷的有人來幫我降溫 補充水分還有按摩 待了一個多小時之後 終於身體跟精神才慢慢的緩和下來 雖然呢 第一次馬拉松的過程 異常辛苦 而且有點危險 可是呢 能夠堅持完成長期的訓練 還有當天42公里是非常難忘 而且滿足的 因此呢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放棄跑步 我 在那之後 我又去了柏林挑戰另外一個拳馬拉 天啊 又苦又嗨 我真的是覺得 我啦 我是完全無法理解 嗯 你明明這麼辛苦 這麼痛苦 然後身心都是煎熬 嗯 你卻還要反覆體驗 這種 在各中之外 可能真的就是 熱愛跑步的人 才有辦法去理解的吧 為什麼可以訪問一直結婚的人 咳 雖然 這是可以相比您的嗎 因為那也是 那你可能就不適合這個 可是又很痛苦 可是你又想進去 你又出來了 你又進去 你又出來 你又進去 雖然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路跑的賽事變少了 即使我的訓練還是持續著 但就覺得 蛤 會不會有點開始鬆懈了呢 但這段時間反而讓我放慢腳步 開始享受並且回顧跑步的單純樂趣 除了成績速度的突破之外 在跑步中呢 我獲得更多的是 享受跑步帶來的一切 包括訓練的過程啊 每個微小的調整 進步跟改變 還有跟跑步伙伴間的交流跟打氣 然後還有面對各式挑戰產生的勇氣 當然最重要的是在跑步中 找到最真實 而且單純的自己 回想那天在芝加哥賽道的經驗 雖然我身體狀況不太好 但我還是對一路上 經過各式各樣的街區 有不同族群的加油團印象深刻 我用腳步去感受整個城市的歡樂氛圍 好像用跑步進行了一場嘉年華會 我很懷念也非常喜歡那場賽事 跑步改變我的人生 讓我變得更加勇敢 也更加相信自己 那也因為跑步呢 我認識很多不同的朋友 也去了很多城市 也體驗不同的文化 開啟了人生很開心 而且獨一無二的一章 所以今天呢 希望透過馬克信箱 跟大家分享這個生活中很重要的事 也希望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項美好運動 皆さん 各位一起跑起來吧 這很像之前我們前陣子訪問 壞特嘛 就興趣會帶你到很遠的地方 他可能就只是去了一個音樂教室問說 我想學一個樂器 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學什麼 他根本沒有鎖定 這個櫃台可能說 那你就學吉他吧 然後這個吉他老師帶他認識的爵士樂 然後才因為這個樣子 有我們現在聽到的壞特 就是你不知道 你不會知道這個興趣會帶你 會怎麼樣拓展你的人生經驗 跟帶你去到哪裡這樣子 說到跑步 其實跑步真的蠻選的 很多人在跑步過程當中 好像真的像剛剛他說的 更加認識自己 然後明白了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前幾天開始 也會有人在IG上 TAC馬克信箱 然後他們那個畫面截圖 就是Nike那個跑步App Nike Run Club App 很多人很愛分享那一個 那是一個成就的證明 沒錯沒錯 剛剛那個IG TAC我們就說 他最近跑步都在聽 Podcast馬克信箱 然後跑了跑 同事就會說 唉唷 你最近看起來氣色變好了 是因為跑步的關係嗎 我很想留言跟他說 不 他是因為聽到我們馬克信箱的關係 最近呢 Nike這個App有推出一個活動 就叫做城市挑戰系列 那這週的挑戰呢 很簡單 只要你打開App加入挑戰 然後呢 跑跑跑跑一下 你跟全球的跑者 一起去累積這個公里數 你就可以解鎖一個成就徽章 就像你剛剛說的 為什麼大家這麼多人喜歡用這個App 就是因為 我可以向這個世界展現說 我有在跑步喔 所以城市挑戰系列是要挑戰怎樣 就是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嘛 像今天以這個分享是 她去跑了芝加哥馬拉松 跟那個什麼柏林的馬拉松嘛 可是現在可能沒辦法去參加 國際的馬拉松賽事啦 那個真的很麻煩 對啊 就沒辦法出國嘛 而且你會休息14天不能跑步喔 對沒有辦法訓練 其實應該說 有些直接就取消了吧 可能賽事根本就沒有辦啊 這個活動就是為了要讓跑者們 可以解悶 可以用App跟全世界的跑者 一起跑起來 那現在呢 一直到10月11號的城市 就是芝加哥挑戰 只要你跟全球的跑者一起累計 跑到100萬公里 100萬公里是多長啊 天啊 不知道啊 不知道可以繞地球幾圈 可是因為這不是你自己要跑100萬啊 是全世界的人一起跑嘛 你就可以得到 越跑越起勁 芝加哥成就回章 所以我最近看到很多人可能瘋狂開始截圖跑步 有可能他們就一直在挑戰這個東西就對了 有可能喔 應該那麼多人在用會輕鬆達成 會不會我還沒加入他們就已經達標了 沒有你還沒加入就達標那你就輕鬆 不是啊那你還是一樣 你在這個App下面你就會獲得這個尋章啊 但跑步就是這樣不分能力不論程度隨時可以開始 有時候我覺得最難的就是你出門的那一瞬間 雖然我也是跑跑停停 然後我家要到我們家最近的一個公園啊 或是什麼也是有段路 我覺得那段路是最難的 可是當我站上那個起跑點 我ready 我go啦 我身邊有很多的阿公阿嬤跟我一起 我真的覺得很開心 跟他們一起跑跑走走的 所以重點就是你要跨出第一步 第二步就可以跑起來了 然後還可以聽聽旁邊他們在聊八卦 隔壁的兒子他最近又做了什麼等等之類的 很愜意的 不你的耳機裡面只有馬克姓香